另外在新竹这边发生了一个露营死亡的意外 桃园有一个妈妈她在礼拜六的时候 带着她的双胞胎女儿前往新竹坚实山区露营 那因为晚上可能太冷了 这个妈妈把焚火苔拿进帐篷里面取暖 最后一氧中毒身亡 她的两个双胞胎女儿急救之后现在转到普通病房了 那念大学的儿子说其实妈妈满场露营的 不过之前是用煤油取暖 事发当天疑似是因为没有煤油了才改用木炭生火 结果酿成了死亡的汗室 两名少女带着氧气罩被送上救护车 紧急送往医院 新竹坚实移出露营区发生一氧化碳种毒案 来自桃园的母女三个人被发现昏倒时 帐篷内有一盆露营用的焚火苔 疑似因为半夜温度降到十度低温 妈妈把木炭盆子移到室内取暖 没想到却造成以外发生 假日露营却造成一死两伤 一体二十七号下午进行相宴 女子的前夫还有她救读大学的儿子也来到现场 妇人育有三名子女 二十五号她带着十二岁的双胞胎女儿 到新竹县兼实乡露营 二十六号早上营区有提供早餐 不过母女三个人却没有出来吃 中午用餐时也没有现身 露营区业者发现有异状下午两点到帐篷内查看 才发现她们都陷入昏迷 女儿经过抢救过后恢复意识 但母亲最后还是回天乏术 发生意外的露营区 在坚实经营六年多的时间 现在却爆出疑似非法经营 那这次发生我们露营场意外的业者 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辅导名单里面 母女这回露营有待电坦 但还是发生憾事 双胞胎姐妹也被转员到桃园继续接收治疗 不过一趟出游 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经新闻张杰文邱彦宁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